現在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個大的螢幕和一台筆電 那就是同步作業 筆電是用來安裝軟體 還有就是拍照錄影 以及資料的查詢 好那我們現在看 一邊錄影一邊拍照 拍照的時候會有一張咔嚓咔嚓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錄完影了 然後這樣錄影的停止 然後在左下角這邊 有一個像是筆記本的符號 然後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剛剛我們的拍照跟錄影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游標這邊可以看到每一張畫面 它都有這個年、月、日、時間、還有描述 以及這個患者的編號 或者是他的身份證號碼 那我們現在按緩飛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的就是這個左右兩畫面的拍照 拍一張 然後可以看得到他的時間 還有他的編號 那接下來介紹的四個上下左右四個畫面拍照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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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張 好 第十張 好 那我們現在在點取這邊 剛剛 拍的兩個切割的畫面 然後這個是四個切割的畫面 對 那 那 接下來介紹就是他查詢 查詢 我們進來 這個畫面 按查詢 那剛剛是一個H 好 H在這邊 那點進來 有關於錄影啊 拍照 兩個切割畫面 四個切割畫面都在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雲端 那我們在這邊就不介紹雲端的功能